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世界阿飘最多的地方 全都在总统府 那怪了 你是不是正气凛然 美国阿飘顾最多的白宫 法国阿飘顾最多的凡尔赛宫 我告诉你 那大家就问我了 马老师 我们的总统府如何 我告诉你 前立法委员卢嘉诚 他每到总统府开会 就鸡皮疙瘩 是吗 对 他就跟马英九说 你要在这里办超度法会 这地方冤魂太多 那马英九信基督教的 他根本不信这一套 那总统府里面 究竟有没有冤魂 我告诉你 三件事情给你讲 第一件事情 总统府本身就是在阴地 为什么 这里本来是 灵性跟诚性的家庙祠堂 它本来就是这个祠堂 它盖在祠堂上面 我跟你讲 总统府里面有一个坟墓 这坟墓是州姓的旅券 日本人盖总统府说 拆 拆的时候先弄个小围栏 围栏一打下去 做围栏的工人暴毙 暴毙 那日本人说再拆 结果去拆 一榔头打下去 打榔头那个工人暴毙 别再动他了吧 我告诉你 接二连三 真的是接二连三 只要动这个坟的人 全部都出事情 那现在这个坟 我跟你讲 这个坟到日本的时候 没有人敢动 然后到蒋介石来的时候 他也不敢动 现在还在里面吗 现在到底站不在里面 这是总统府最大的一个谜 没应该讲这件事情 好 这是一件事情 所以他本身就是个阴地 第二个 当年日本人在里面死太多 我告诉你 1949年台北大轰炸 你看这台北大轰炸 刚好炸了这整边都是 所以这个阿飘最多地方 就在总统府的右边 有一次五楼 我告诉你 这地方为什么厉害 因为它的防空洞 地下室防空洞刚好在这里 对 一炸下去 砰一下起大火 整个压到那个防空洞 都出不来 全部都在里面了 在里面 全部日本兵在里面 全部淹 烧死 闷死 听说那个叫声 连这个 台湾银行 那地方都可以听到 马老师 你现在在讲总统府的历史 我突然猛然想到 一两个礼拜前 总统府发了一则新闻 他们现在欢迎大家来 总统府住一晚 有没有 那个民宿开放 我看到环境挺好的 我告诉你 然后日本投降之后 很多人在这里 集体切副自杀 我告诉你 这都要做法会的 但日本应战败 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 是 所以 真的 我跟你讲 你那边当宪兵的人 你看他们那个 他们有群组 你看他们留言 每一个人当兵都遇到过 我告诉你 这边电梯 到了半夜两点钟 就上了五楼下五楼 上五楼下五楼 我告诉你 第三个 有一个新来宾 他不信邪 他啪 那个电梯 到时候他就按电梯 就走进去 有个日本核服里的 第一代电梯小姐 就跟他取购 吓死了 马上冲出来 第四个 我告诉你 这里常常听到有人在那边练兵的声音 日本人 是 好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我跟你讲 就是 当年最大的一个匪谍案 最 台湾最重要最大的匪谍案 就这个 吴时 吴时是国防部情报次长中将 是 他居然是匪谍 他被吸收了 毛泽东跟他讲说 我要 解放台湾了 我要出动打台湾了 你把台湾的部署图给我 吴时 你知道那时候五楼是国防部 吴时跑了战情市去 要带着他四位列席 要去偷 部署头 被宪兵发现 他一不做到不休 把宪兵 咔头割下来 从五楼推下去 杀人面头 杀人面头 因为他是晚上的 对 然后他居然真的弄到 这个台湾的部署图 寄给毛泽东 毛泽东 让他部署图之后 就携手撕给他 你等到 我要来打台湾了 后来为什么没打 我们将来再 有机会再讲 我告诉你 这个后来 总统府 本来是单哨的 这个宪兵被弄头之后 变成双哨 但是 今天这个就是副长 因为你看这边 当过病人都说 他们在 总统府当兵人 常常 在走廊上 遇到一个 无头的身影 朝你走过来 而且很绝 阳气重的 八字重的 他看不到 阳气不够的 八字重的 就会看到 无头的宪兵 在总统府走廊上 晃来晃去晚上 我跟你讲 总统府的无头宪兵 真正最有证据 你知道是哪一个总统府 哪一个总统府 菲律宾的总统府 菲律宾总统府 对 也很热闹吗 我告诉你 这是什么网站 你知道吗 什么网站 菲律宾总统府的网站 官方官网 对 他的官网 总统府的官网 他自己抛 说他们照到无头的宪兵 居然在菲律宾总统府的门口 他自己照到马拉卡兰宫 就是他总统府 照到没有头的宪兵 在总统府的官网 自己认证 而且我告诉你 他推了张照片之后 他旁边还有一个稿子 总统府自己写稿子 说第一个 我们总统府常常半夜 有人弹钢琴 看不到人 钢琴就自己在那边想 第二个 然后还听到有人 走路的声音 第三个 有一个死去的侍卫 他不肯离开 他在里面飘荡 等一下 这个听来是败官也死 大家传传就算了 总统府官网 自己看这些东西 自己看这些东西 但不可思议 而且他说都真实的 我们都经过缜密的调查 他一个部长出来说 我们经过缜密的调查 我告诉你 他这位还说 那个罗哈是总统 跟麦格赛赛总统 对 很喜欢在国宴厅聊天 两个还抽雪茄 我跟你讲 走进去还闻到雪茄味 所以总统府下令 到了晚上收工之后 不准任何人进国宴厅 总统府下令 没有人可以去国宴厅 因为国宴厅里面 有两个总统在那边聊天 好 台北有无头线病 玛丽拉也有无头线病 真是够了吧 你说好 从台湾到玛丽拉的总统府 都有故事 都有事 对 这是巧合 各案吧 全世界最有名 我说全世界最有名的无头 就是安黎皇后 这安黎皇后的名气 大到全世界都知道 那为什么 因为安黎皇后 她是在伦敦塔 很多台湾人都到过伦敦塔 在伦敦塔 我告诉你 不是一般人看到 很多游客 看到安黎皇后 她在那边跟大家说嗨 不是 她是无头的 没办法吃一汗 我们简单讲一下 安黎是这个暴君 亨利八世的二老婆 二老婆 她想要娶新欢 就说安黎跟人家 有不寻常关系 想泼他脏水 对 而且我告诉你 找了四个男的来 说你们一二三十九四 这四个男多惨啊 被车裂 然后就说 你判砍头 安黎居然给他讲一句话 一 夫妻嘛 我不要被斧头砍 我要被剑砍 他根本不知道 这是安黎早就做过法的 用剑砍头 他的阴魂是不善的 所以他就一直在伦敦塔里面 无头 就在那边漂泊 我告诉你 不是一般人看到 是游客都看到了 还有一个 我真的要给你讲 还有一个玛格丽特公主 玛格丽特公主 是他妹妹 他也要把她砍头 那边惨叫 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一天 因为大家可以在这边听 它是5月28号 一年中 你在伦敦塔 都可以看到无头的安理光 但听不到 公主的惨叫声 玛格丽特公主的惨叫声 每一年的5月28号 到伦敦塔去听 你就会听到 他的尖叫凄厉的叫声 这个是效果吧 每一年的5月28号 因为很多人听到 很多人看 因此英国的学界 啪一下 就派组成一个团 到这边来 到伦敦塔 跟汉普敦宫 全都来了 一测三天 第一个 磁场特别的强 比别的地方磁场都强 第二个 气流特别猛烈 比别的地方气流都猛烈 第三个 灯光特别昏暗 而且他有地方点蜡烛会摇晃的 因此他认为 第一个 是灯光的原因 让你觉得视觉上 好像看到 这个阿飘的影子出来 第二个 气流特别强 是让你吹来吹去 你可能听到了 气流的声音 呼呼的声音 第三个 磁场 特别可能影响到 你老子的一些变化 而看到幻影 当然很多人就问他了 第一个 既然气流强会呼呼 为什么玛格丽特公主 只在5月28号那天 可以听到惨叫声音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搞 是这一天 恐怖行销 对 打脸 第二个 他们说 安妮 他不是一般人看到 很多游客都看到 看到很清晰的状 没有头的 这个 你怎么解释 还没完 因为他们也到汉普敦宫 汉普敦宫 就是亨利八世 因为安妮被杀了之后 他在那边 没有头油泡 因此 他就搬到汉普敦宫去 最后一个 我一定要跟你讲 他最 对他儿子最好的一个保姆 死在汉普敦宫 他把他墓葬了汉普敦宫 后来汉普敦宫整修的时候 没有注意他的墓 把他墓拆了 一拆墓的时候 他在下面尖叫 从此汉普敦宫就常常听到他的尖叫 好了 最后我要跟你讲一件 你完全没办法否认事情 因为汉普敦宫的发言人都出来为这些人讲话 有一天汉普敦宫突然间警铃大座 为什么警铃大座 他通往一个禁区小花园的防火门 被人家推开了 这防火门是上锁的 他不应该被打开的 没有人可以打开 因为锁住了 第二个那是禁区不能推开 要按铃大座 大家就冲去看 没有人就掉 监视录影带宫出来看 没人 看到人了 看到亨利巴士 看到亨利巴士 我告诉你 英国皇室的发言人都出来说 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情太离奇了 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我跟你讲 来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汉普敦宫拍到亨利巴士的身影 这张照片看多么的清楚 这个门是不能打开的 它是上锁的 居然亨利巴士 这个残暴的君主出现了 所以奇怪 总统府皇宫 居然有这么多这么多的 鬼影闯闯 我们下次跟大家讲 白宫跟故宫 那个才最多了 别的地方听不到 今天晚上马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来说一说 诡诀难以解释的黑蝙蝠 马老师手上有这本穿云 这本书真的连封面都觉得非常迷人 因为他最近出书 他是当红作家 这个书登上了排行榜 但我不知道说的是这个 因为有太多我们从来没听到的故事 黑蝙蝠居然迎回骨骸 进入了难以解释的三度空间 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中华民国空军最无法解释 最神秘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我最近写的这本书 川芸 你刚才讲了 这是我们眷村的样子 我要讲什么 这个书写的是我们宠栏里 自评一下18户人家的故事 18户 好 注意看 我家是9号 9号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家 看到没有 我家隔壁 我就要讲我家隔壁 黄继星的故事 他住在我家隔壁 好 黄继星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很简单 黄继星 他们架了P2V电子侦察机 到大陆去出任务 他们这次任务 非常非常的危险 你知道为什么 美国人发明了最新的雷达干扰器 你带的 他是CIA 奉命CIA去的 你带了雷达干扰器 到大陆去 故意引起大陆的重视 大陆雷达 都起来了 但那个战斗机 啪一起来 找不到 因为我有雷达干扰器 你在雷达上 看那个目标位置 跟真正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好 这个是王文理 他是中共大队的副大队长 他第一次 雷达说有来了 他起来 没找到 他巡逻二十分钟 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 第二次 警报又响了 两个多小时之后 他气死了 他啪一上去 又没找到 因为都被雷达干扰器 给干扰了 但他不服气 他就说反正还有油料 他就在预测路线上 乱闯乱闯 运气不好 被他撞到了 P2V 他 米格17一阵打 把这一架飞机打下来 调到江西临川的大坑村上面去 上面有14个人 是 过了几十年之后 家属突然动力 说要把这14个人的骨骸 移回台湾来 这是天大地大事 第一次有中华民国空军 在大陆打下来 骨骸要移回来 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们中华民国空军 所有的记录都是14个人 今天你到新店国军公墓去看 上面也是14个人 但中共的文件上面说 这架飞被打下来的时候 有15个人 多出那个是谁 对 不晓得 到今天那个命上大路 不晓得那个是谁 你知道我要写这本书 我给你讲 我花多少精神去查 第15个人是谁 神秘的第15人 查不出来 完全查不出来 你知道为什么查不出来 连空军总司令都不知道是谁 哪有这种事情 太神秘 没有空军 为什么 当这14人上飞机 飞机准备要开了 到跑道头待命的时候 突然一辆黑车 啪就自己直闯进来 经过大门 啪直接到跑道 这个人直接在跑道头 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就上飞机 然后一个人坐着机舱的最尾巴 转蝙蝠 14个人坐军服 坐机舱最尾巴 不跟任何人讲话 也没人知道他是谁 那飞机啪就上去了 他肯定是被指派的 是经过同意上飞机的 对 可是那14个蝙蝠不认得他 不认得他 不知道他是谁 空军也不知道他是谁 只知道最高机密 上来说 神秘 你们要带一个人 所以 我花了很大精神去查 第15个人是谁 对不起 完全没知道 查不到 然后第15个人是去出什么任务 对不起 没人知道 完全查不到 所以这第15个人 阴魂留在大陆 没有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好 那既然这样子 删下去之后 他们现在要把骨骸运回来 骨骸运回来后 他们就找了台式的新闻制作人 叫蒋任来帮忙 蒋任还特别去 这个拜了 郑驾驶周以立太太 做干儿子 这样才比较好办 你知道吗 好 蒋任开始 就帮他们 要去把骨骸引回来 他花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到美国去搞真相 因为这架飞机属于CIA的 中央美国空军不承认有这架飞机的 他到美国去 下面讲的故事 我不能略人之美 都是蒋任自己说的 蒋任自己说的 好 蒋任说他有一天晚上 他在整理所有资料 他把这个我家隔壁的黄继星 这架周以立照片通通放在那边 资料通通放在那边 突然电话响 他一拿起来 他说蒋先生你不认识我 我姓王 我住高雄 蒋先生说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他们不希望你去 你去他们就回不来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美国 我要去美国 我没给任何人讲 因为我要去跟CIA见面 这个是台式的超级大独家 对 怎么会被高雄不认识的王先生 蒋任当初接这个任务就是 他要做一个独家的专辑 把整个骨骸去迎怀的过程 而且到CIA 联络CIA CIA是不准他做任何外泄的 他就奇怪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我姓王 他说王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 他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 我告诉你 你的桌左边放有一支笔 你的桌线正中间放两张照片 一张是周以立的 一张是黄继星的 他说你墙上挂了些什么东西 你到底在哪里 你拿监视器监视我 他说不是 我住高雄 为什么我知道你书房的所有东西 就是因为周以立跟黄继星告诉我的 周以立现在站在你的左手边 他一支手背是断掉的 黄继星站在右手边 他半边脸是烧焦的 在讲什么 讲说 怎么可能 他说真的 正驾驶跟副驾驶 阴魂就占了你身后 讲说我们明天见面 你告诉我你在高雄什么地方 明天来找你 就讲这种啪飞到高雄去 我告诉你 他到高雄 一看到王先生 他知道这个人不是骗子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穿了三宅医生的衣服鞋子还穿了拖鞋 然后活里活现的还说 蒋先生你在台词 我有参加台词的歌唱比赛 一看是个比他小十岁 他就跟他进去了 他说我王先生说蒋先生我通理 这些事情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你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画现场的地形图给你看 当场就画啪 他说这里有个数 当年飞机摘的时候 有一个人 这个身体从机里面掉出来 挂了树上 这边有房子 那他们仗的坑在这里 画的详详细细的给蒋任 这王先生他一定不可能到过现场 人就在高雄土生土长 画了这张图 画了非常非常详细的图 蒋任半信半疑 好 我跟你讲发生什么事情 他就找了家属 然后到现场去饮骨骸 只有结果十四个 我刚才说实际上十四个 十四个人 他千辛万苦 拿了十三个委托书跟同意书 扫一张 对 扫一张 就到现场去了 他想那个人不同意 第十个家属完全不同意 说入土为安 不要打扰了 他就到现场去 我告诉你 他带了家属到现场去 他撒住了 怎么了 跟地形图一模一样 有这种事 跟他手上的地形图一模一样 结果他这边看 惊吓的时候 国台办的官员就过来瞧 蒋先生 你怎么有这里的地形图 你什么时候偷偷来过了 天哪 解释不清楚了 解释不清楚了 他说我没来过 没来过你为什么这里的地形图 为什么一模一样 这不讲了 他给他说 我也认识一个林媒 他可以知道 我对那个王先生 我越来越好奇了 对 好 这个时候 国台办一看就说 对不起 来 我看一下 他说我看一下 对不起 你只有十三份同意书 对 不能挖 千方百计 我这么辛苦来到这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他们的家属 有五家是从美国飞来的 不能挖 他说对不起 我们国台办一定要使四张 才能挖 哎呀 差一步 差一步 结果 蒋先这时候 就打电话给台北一个姓马的空军上校 这姓马的是拜地藏王的 他有一次大病 大病之后 醒来他有一个特殊能力 就是可以通理 他说 马大哥 你们帮我忙 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 马大哥说 没问题 我帮你忙 你知道要怎么帮忙 第十四个家属 为什么不签字 对 我一定要告诉你 原来第十四个家属 他跟他先生新婚 新婚之后 他先生就出任务 砰 飞机被打下来 飞机被打下来之后 办完了伤事之后 发觉自己怀孕了 你看多悲惨 刚新婚 发觉自己怀孕了 怀孕怎么办呢 他就找了一个圈外人 迅速结婚 认识了圈外人 迅速结婚 这个圈外人不是空军 他不晓得他有先生 不晓得他结过婚 他瞒着 非官丈夫的事实 对 所以他连肚里面小孩 不是他的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以为太太是早产 生了一个女儿下来 这是这个太太 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他瞒着他女儿 瞒着他先生 现在你们要他签同意书 事情要全部 签不下去 怎么签得下去了 签不下去 他因为这个 我还不让他 瞒着这么久的事情 就要见光了吗 对 后来 所有人开会 就说没办法了 国内办不准 我们要回去了 就国内办拿一张 纸条冲进来说 解决了 解决了 怎么就解决了 你看第十四张同意书 传真来了 你不是说不签了吗 对 不签了 第十三传真来了 他说 而且电话也来了 说他女儿明天 飞来江西临川 跟大家会合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原来他女儿来了之后 他们就问他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都是你们 找了台北的那个马先生 那通龄的那个马先生 我妈妈晚上一睡觉 我老爸就到他梦里面来说 你签吧 我想回台湾了 第二天一睡觉 就你签吧 来托梦了 来托梦 那个马先生 那个马上一笑 让他爸爸就阴魂 到他妈妈的脑袋里面来托梦 他妈妈就签了 就把事实真相 告诉女儿跟先生了 哇 十四张凑齐了 对 十四张凑齐了 你看 终于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 把在大陆的十四个阴魂 迎回台湾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难以解释 一挖 有找到挖子 这个骨骸 这个降落伞 因为要把十四个阴魂找来 头最重要 你头找来我才知道十四根齐了 我这才能赢回台湾了 没找到一个头 缺一个 一个头都没有 一个头都没有 对 奇怪了 为什么头不见了 到今天没办法解释 挖开 全部找了 一个头都没有 没找到头 那没找到头还赢什么了 我怎么知道这骨骸是不是我们家的了 是 结果因为带着法医去 把所有挖出来的骨骸全部排开 Bingo 大腿骨全部找齐了 大腿骨全部找齐 但对外宣布是找了十四个人的大腿骨 有人猜测是找了十五个人的大腿骨 因为那个人是不能讲的 结果法医证明确实大腿骨是十四个人的大腿骨 DNA一对 一对一对一对 全部OK 但是奇怪 大腿骨是齐的 为什么一个头都找不到 好 终于是落叶也归根了 我们老师刚刚提到了那个线头太匪夷所思了 带着交集的家属跟这个王牌制作人 进入了三度空间的这个高雄的王先生 这个人到底好好的起个底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怎么有办法远在高雄跟蒋任说 四百公里外你房间的事情 我看得清清楚楚 正驾驶周以立 注意看 以立国小 这是周以立 这是他同一项 台湾有史来第一个有空军的公仔 以立公仔 好可爱 我必须要跟你讲 周以立的爸爸 周伯王律师 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结婚的证婚人 你们两家这么亲 对 好 这个王先生 这个事情曝光之后 周以立的女儿周璇 就跟蒋任说 我想跟王先生见见面 他能不能跟我爸爸的阴魂通话 结果周以立的女儿周璇就跟着王先生 到了高 高雄去见王先生了 我跟讲那高雄七月很热 一开门进去啪一下 一阵寒气冰人 鸡皮疙瘩啪就起来了 屋子里面没开冷气 非常非常的寒 地板上放了一个大镜子 镜子上面立一个蛋 镜子光滑流热 居然有个蛋立的上面 好奇怪的空间 对 他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个要招王 王里 后来他说 你爸来了 你讲一件只有你跟你爸知道的事情 看看是不是你爸来了 妇女间的秘密 对 那周以立的女儿就说 你问我爸 我的头发是怎么回事 王先生说 你爸说 你从小头发又粗又乱 书不动 因此你爸从美国托人 带着钢书回来 给你书头发 周以立的女儿一听 爸想淹灭嚎啕大哭 他说这件事情 只有我跟我爸知道 没有人知道 嚎啕大哭 就问了他一大堆他爸爸的事情 问了半个小时 然后这个王先生就给蒋任说 周先生想谢谢你 他要跟你握握手 然后蒋任说怎么握手 他从来没跟王林握过手 就伸出来 一下子觉得一种冰凉的感觉 握了他手上 周以立跟他握手 就那时候 那王先生大喊 走开 你推开 你走开 他对谁喊 对蒋任喊 对蒋任喊 你走开 但也对那个 怎么分脸呢 周以立的音脸说 你不是说要握手吗 他说 蒋先生 你的八字太重 你伤了周以立的音脸 他说蒋先生 从今天开始 所有的上礼 你都不能去参加 因为你八字太重 别人上家会受不了 好 结果 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了 他说 你爸出来太久了 周小姐 我们要把你爸爸 请回去了 结果他就拿个炼珠 出来 啪一下 掏到弹上 弹不倒 弹倒了就代表周以立走了 弹不倒 他不愿走 他不愿走 他说周小姐 你爸太爱你了 从小就最爱你了 你爸爸不愿意走 他说那怎么办 他走到卧房里面 啪 打一个大炼珠出来 你这帮炼珠 每一个珠子有多大 多大 棒球那么大 棒球那么大 就非要他走 这帮球那么大 珠子 这么大个炼珠 他啪一下 把它放上去 弹 啪 就倒了 他说 你爸爸走了 整个事情 告一段落之后 蒋任有一天在台北 突然想到王先生 打电话给王先生 王先生电话那头说 蒋先生 我瞎了 他泄露太多的天机了 他跟太多亡灵来谎 他瞎了 所以为什么台湾 最有名的算命师 都是视觉不好 或是瞎子 对 后来 过几天 有一阵子之后 蒋任又想知道 你眼睛瞎情况怎么样 一打电话 垂魔朗了 王先生 人间消失了 再也 找不到他了 你 我怎么认了 我这一天 是 他 我 是 这一天 我 就 我 我 感谢观看